清洁女工遭遇车祸 事故发生后又被几十辆大火车说碾压 我没看着车 看着当时的场景 想查 为何多车碾压 警方却至今未能破案 记者深入调查 事故背后的真相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一名清洁女工的死因调查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节目中有一条消息引起过公众的广泛关注 说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位环卫女工 在当地的110国道上被车撞倒 居然有几十辆的车从她身上碾压而过 而警方连一辆肇事车辆都没有找到 来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2010年9月18日 我们来到了呼和号测试 首先来到了新城区交警大队 想了解多车碾压清洁工人事故的调查进展情况 得知了我们的来意 警方十分痛快的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而回答却让我们十分意外 下午上班时间段 其他车辆看见发现这个有个老人躺在地上 他从理论上讲他必须躲 他一般人都沾都怕沾上了 新城交警大队负责人说 今年的7月25日 确实有一名清洁工在110国道旁边 遇车火身亡 但是并不存在多车碾压这回事 事故发生后 又被几十辆大货车锁碾压 通过我们现场的勘察 按照警方的说法 清洁工遇难是事实 但是遇难之后被多车碾压的说法 是根本不存在的 警方还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有几十辆货车 从清洁女工身上压过去 而警方一直没能侦破 那将会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 作为我们警察 十来辆车被碾压 到现在我们没有侦察后果 那我们就失职了 应该我们的失职 有可能严重 算我们在独职的呢 难道真的是当地的报道出了问题吗 我们注意到 在这一篇报道中 还提到了一位叫高秀英的清洁工人 据报道 高秀英在今年的7月10日 也遭遇了车祸 目前住在内蒙古医院 那么这个细节是否真实呢 我们来到了报道中 所提到的医院寻求答案 你在里面有一个高秀英的清洁工人 这是一个清洁工人 高秀英 对 40多岁 没有 你去西苗看 医院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查找了一个月内医院收治的病例 但是内蒙古医院住院病房中并没有一个叫高秀英的病人 当地警方极力否认多车碾压这件事 我们核查的另外一起车祸也与报道有出路 难道 真的是报道出了问题 确实不存在多车碾压的情况 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110国道502公里加600米处 这里就是清洁女工与车祸的地方 听路边的居民说 他们都知道前不久有个环卫工人被车撞了的事 那么有没有人目睹了那场事故呢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 您看到当时的场景吗 看到拉娃娃 开菜了拉娃娃 不能看 我没看着车 看着当时的场景 现场 清惨的 当时都在不家 您看到的不家 开菜了拉娃娃 谈到那场惊心的事故 很多人都能回忆起那场事故的现场 但是没有人看到清洁工被撞的瞬间 也没有人能够说出是否有多车碾压这个细节 在110国道旁边 我们还找到了出事当天在现场的一位清洁工 就是他第一个通知了死者的家属 但是和其他的人一样 这位清洁工也没有看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了解到 发生事故的那天是7月25日下午2点55分左右 当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35度 很多人向我们说 由于天气炎热 出事时不少人都在午休 所以没有人看到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在当地的报道中看到了这样的话 可怜的马修英被一辆车的十几个轮台碾压过后 后面又是紧跟着的几十辆大车 数不清的车轮呼啸着从他的身上压过去了 那么这个细节究竟是谁看到的呢 我也没看着车 当时大家都没有看到车吗 三十多多热人他们都午休呢 都在休息 110国道东起北京 途经河北内蒙古最终到达宁夏银川 是一条以货运为主的通道 由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较慢 原本绕城而过的这条国道 慢慢的变成了横川护河浩特 豪沁营镇的一条道路 路边有不少商铺和民宅 车流和行人来往穿梭 显得很是热闹 那么那场车祸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警方和民间以及报道里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呢 为了核实这场车祸的细节 我们找到了报道里提到的清洁女工马秀英所在的单位 呼和浩特新城区环卫局 这个写的标题非常惨 但是呢跟这个现实出入非常大 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说 他们确实有一位清洁工人在7月25日死于交通事故 但是遇难者的名字不叫马秀英 而叫马连芝 今年59岁 报道中把女工的姓名和年龄都写错了 还弄出了一个马连芝被多车碾压的细节 在7月25日下午1点5时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 当时这个我们这个马连芝这个工作人员呢 是在骑车的上班的路上 被一辆车从后面碾压过去 人们怀疑是觉得大货车 他当时被人压走压了以后呢 据说被一条腿 压完以后一条腿还带着走 马连芝到底是怎么出的事 环卫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可以说清楚的 那就是事发之后 由于肇事者逃逸 他们给清洁工人缴纳的商业保险起了作用 一周之内 他们就连同保险公司 共同赔偿死者家属 24万5千元 对方那个家属呢 也表示感气 这样的我们就是双方呢 都把这个事情处理比较圆满 环卫局的工作人员说 赔偿到位之后 他们配合警方发出了协查通告 希望将肇事司机绳之以法 本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 没想到 一则新闻报道 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 报纸上一渲染以后呢 引起了社会很多人的这个这个误解 觉得这个行道太危险了 那到底害怕了吧 那还能不害怕了 一地头借的东西就消气你女人了 按照环卫局的说法 他们确实有一位女工 遭遇了车祸死亡 但是并没有多辆车碾压而过的情况发生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环卫局 他在回避着什么 而刻意隐瞒事实 经过多方的打听 我们的记者终于找到了这位死亡女工的家人 马连志的家在呼和浩特豪气宁镇 家里有两间平房 每一间的面积也就十几平方米 照片右边的就是马连志 这张照片是他今年初 跟多年未见的好友在照相管照的 得知了我们的来意 马连志的老伴很快就给自己的孩子打了电话 听说我们来了 马连志的大儿子赶了过来 在母亲遇难的那天 他是最早赶到现场的家属 马连志的大儿子回忆说 当时他赶到现场时 母亲已经死亡了 在警方还没有到达现场的时候 他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 因为被撞的是头部 所以马连志的面容已经无法辨认了 但是四肢和身体还是完整的 采访中马连志的家人回忆说 因为没有目击者看到照射的整个过程 家人只能根据现场的情况推转 马连志应该是被一辆车撞到的 并不存在多车碾压这回事 因为从当时的现场来看 是一辆车碾压的 要是好几辆车就更不行 马连志的儿子说 母亲去世后家里乱了套 母亲干保际工作已经两年多了 每天都要从110国道的路边骑车上下班 每个月能挣880块钱 母亲和父亲每个月的花销 也就是300块钱 剩下的钱都给他和弟弟妹妹们存起来 我看着穿这种衣服的 我心里头就确实挺伤感的 你父亲的生活现在怎么办 有人照顾他吗 那就是个自己反正做点发生 我们也挺忙的 需要时代有时代 从事结合来看一看 就这件事其实把你们整个家的感情 确实说 马连志走后 他养的猫成了丈夫老官 唯一的伴儿了 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老官除了养猪 还喂了几只鸡 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伴儿没有了 马连志的丈夫说 他一时适应不了 如今 他每天要适应着自己做饭 自己洗衣服 因为腿脚不利索 他也不怎么出门 在马连志遭遇车祸这件事上 家属和环卫局负责人的说法如出一辙 虽然得到了保险公司和单位的赔偿 但是老马的儿子一有时间还会去母亲出事的地方转转 希望能从川流不息的车群中找到一点线索 早一点抓住赵氏的司机 走访了警方 遇难者单位和他的家属之后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马连志的确死于意外车祸 报道里描述的多车碾压的细节 的确不存在 不过即便是只有一辆车碾压了马连志 为什么事情过去了两个多月 警方还没有抓到赵氏者呢 到达现场一看 这个现场上赵氏车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呼和浩特新城区交警队的民警告诉我们 当天他们是在事发后20分钟到达现场的 那个时候赵氏车已经消失无踪了 而马连志的尸体就躺在110国道的旁边 尸体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横在这 就在横在这 你们过来的时候有没有确定过 他是怎么被撞死的 在现场看就是应该是大车碾压 因为赵氏者逃逸 警方兵分其组 开始走访周围的群众 并尽可能的查找赵氏车辆 去我们出城的三个这个收费站 通过录像设备调取 结果我们这个经过十多天的排查 没有取得任何线索 由于110国道豪沁营路段 没有电子摄像头和红绿灯 警方追查没有有效的线索 在路边的居民也没能看到事发的情况 正让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 散发大量的协查 就有目击者 我们相信要有人看见 为了更多的获取线索 新城交警大队发放了协查通告 上面承诺 对于提供线索的市民奖励两万元 但是直到现在 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有效信息 这个案子我们还在侦破 它毕竟是逃避案子 我们想尽办法 让个犯罪人嫌疑人 甚至依法 采访中 警方并不避讳在这个案件中 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但同时他们再三向我们说 他们对这个案件的侦破工作 绝不会放弃 就在我们准备结束采访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组 让我们大为震惊的数据 锦虎和浩特新城区环卫局 统计的资料显示 2007年 他们有7位环卫工人 因车祸受伤 2008年的数据是1死8伤 2009年的数据是1死6伤 今年截止到8月 1死7伤 那么到底是什么 让清洁工人屡遭车祸呢 在我们追寻多车碾压 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断地拍下了这样的画面 高速运行的车辆旁 不时有清洁工人穿梭其中 他们的工作 是检实路边的软包装和杂物 需要去过马路 在马路上捡东西吗 需要来回船马路 马路上的东西他也要捡 对 也要捡 那都是他的职责范围 如果要是您在这专心的工作 您顾得找我两边的车吗 哎呀 说妈的厉害的 一走死就不行了 不能走死 从咱们现在整个司机来说 全体素质我认为是不太好 就咱们华国工人生命有很多很多事 不过只能从我们内部强而端 环卫局的有关负责人说 一线清洁工人遭遇车祸事故的起因很多 有些是偶然因素 在新城区环卫局做了二十多年 清扫对队长的赵国栋 给我们讲了一件发生在他身边的真实故事 赵队长说 扣分是环卫系统内部的一种考核机制 环卫检查人员会在路面巡视 发现清洁工人有遗漏的垃圾 就会扣分和罚款 三十元相当于一位清洁工人一天的工资 谁愿意因为路边的一张纸而白干一天呢 李大姐是我们采访时随即拍摄到的一位环卫工人 刚上班两个月 她现在负责清扫的区域 就是环临之去世的那个地方 李大姐说自己的工作是在110国道两侧减食废弃物 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八个小时 您做这一个月给您多少钱呢 哎呀我去开了一回 开了一回我少了一个月 少了二十七天 给了我八点一 八百一 按照规定 李大姐和她的几个工友负责110国道 豪进营路段一公里的区域 在工作时间内 要将道路两侧的垃圾清理干净 如果没有达到卫生检查的标准 他们就要被扣分罚款 可要想及时的将每一件垃圾清理走 他们就要不停的穿梭于车流之中了 而这种穿梭 有时是冒生命危险的 采访着我们还听说 就在我们来的前几天 一位叫刘玉海的环卫工人 被疲劳驾驶的货车司机撞到了 发生车祸时 刘玉海手上推着的环卫车 挡住了正面撞过来的车辆 货车只是压伤了他的左脚 撞他的司机很快就被工友们拦了下来 司机带着老刘去了医院 因为左脚骨折 老刘要在床上待几个月 还有多久能开石膏啊 还有个这五百多年就拿开石膏了 事后赵侍者赔偿了老刘一万块钱 老刘就打着石膏回了家 我们采访这天 老刘的儿子给他买了一副拐杖 老刘说他和爱人都是清洁工 两个人的月工资加起来是一千七百元 今年儿子也有了孩子 他们觉得肩上的担子又重了些 这种情况下他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目前呼和浩特最低的工资标准 是每月九百元 而普通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 是每月八百八十元 对于这个问题 相关部门说 他们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了 应该会很快得到解决的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李建飞教授 李老师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关于环卫工人这类的劳动者 有没有专门的条例保护 现在关于环卫工人没有专门的条例 本案讨论的环卫工人是在高速行驶的公路上着孽的环卫工人 是一种高危行业 那么在高危环境下工作 他要承担一般劳动者所没有的劳动风险 他遭遇劳动伤害的可能性大于一般劳动者 所以在法律上要给他们特殊的保护 那么这种保护指的又是什么 这种保护一个是在他的工资上面 我们要采取一种特殊的岗位津贴 岗位津贴 岗位津贴 对岗位津贴的我们叫做一种附加的工资形式 二一个我们可能会采取缩短劳动时间 安排能修这样子来降低他的劳动风险 我们就来讨论您说到的岗位津贴 标准是什么 劳动部实际上跟财政部在1992年还发布过一个通知 关于提高特殊岗位津贴的通知 通常的比例应当是在10%以上 就在他员工资在10%以上考虑他的岗位津贴 岗位津贴有依据吗 说发这样的岗位津贴有没有法律依据 有依据 一个是我们国家的立法 我们国家有很多以国标形式出现的一些规定 二一个就是部门 比如说化工部 他也专门的规定 针对化工行业 就是可能接触到放射性 有毒有害 有毒有害 对 其实我们对警察 他有一个锦衔补贴 其实也有高维补贴的这种意图是在里面的 因为这也是一种高维行业 第三个尤其重要的是用人单位自己的 所以用人单位自己可以设定岗位津贴 来加强对他们的保护 环卫工人面对着很大的风险 他们的工资也没有到当地的最低的工资标准 这是其一 加上他们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意外的保险 一些劳保用品 手套 口罩 工作服 这些足够吗 这些东西和最低工资标准到底是什么关系 第一它的工资 我们任何岗位 不管他是什么人 只要一工作 绝不允许低于最低工资 换一句话说 如果你不能支付最低工资 这个工厂是不能开工的 就是这样说 就是这是你的底线了 所以说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绝不允许任何用人单位 低于最低工资 支付劳动者的工资 这是一个问题 二一个 劳保 对 劳保一定要意识到 这是国家通过法律 强制用人单位 必须履行的义务 它的责任主体是国家 劳动者仅仅是作为一个享受这种待遇的一个主体 他只要作为一个劳动者 在这样的岗位上必须配备这样的劳保用品 任何用人单位不得因劳保用品的配备 去增加他的 就是说算作他的工资 或者是抵消他的工资 这和福利无关 更不允许不配备劳保用品 那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甚至是刑罚的追究 在节目播出前 我们的记者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 当地的交警部门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在110国道的豪庆路段 安装了红绿灯和监控探头 这是一个好消息 而环卫部门告诉我们 现在他们已经对环卫工人的工作范围进行了调整 不再让环卫工人到路中间去捡食垃圾 只负责路边的卫生就可以了 而关于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岗位津贴问题 相关部门也正在进行完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李老师 谢谢想讨论 明年同一时间 金人说法 再负